美军在菲律宾新增军事基地 针对中国意图明显 外交部回应称 美军所到之处 留下的都是动荡分裂 值得地区国家认真深入思考 美日飞还妄图 共同设立所谓三方安全对话机制 美国拉拢周边国家 在南海掀起风浪的图谋 能否得逞 它要加强这个存在感 它上次是需要在这个区域 和相关国家有进步的联络的 你包括菲律宾的基地 实际上新加坡的张仪海人基地 这都是美国加大南海存在的 非常重要的一环 同时它上还有一个潜在的意图 就是它准备把南海的局势 进步推向升温 它既要争夺电视空间 同样也要把它打击能力 投放到南海相关区域 那么现在又增加了台海方向 这显然它是有战略目的 这是一个进攻性的部署 美日韩三国联合演习刚刚结束 美韩联合国防协商机制会议 又将举行 日本黑鹰直升机失事 黑鹰坠落可能带来什么影响 美日韩会否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 而这个时候美国也愿意乐见其成 所以这次美韩第二十二次 防务层面的对话 它肯定会涉及到 怎么样强化美日韩三边 在东北亚地区军事合作的问题 这应该说已经列上日程 美媒称 乌军作战计划遭泄露 吉米文件称 乌克兰正在组建12个作战旅 其中九个旅的装备和训练 都是由美国及北约提供 乌军作战计划遭泄露 会否对乌军下一步反攻造成影响呢 防务型观察 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